- 好吧,这边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欺凌和绿豆的一个对决上来啊 - 是的,一开始欺凌是击杀掉了绿豆 - 对,这场比赛我就感觉,看这两个人就感觉非常的兴奋啊 - 对,你刚刚有看到绿豆的一个小表情吗? - 他被第一次欺凌击杀以后,然后他好像在说,哇,哈哈 - 哎,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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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凌的表情,非常淡定,很自然 - 我觉得绿豆这个不强 - 现在绿豆是新进去的嘛,不要冲,现在不要冲 - 像不能忍 - 昨天我觉得欺凌和海绵,适合海绵的一个单挑,是吧,飞断 - 昨天晚上吗? - 昨天记得有一场? - 下午第一场 - 第一场不是和海绵的单挑,今天是应该,我感觉是欺凌会和超群碰上面 - 对,昨天是和Elegant Elegant也是感觉很凶啊 - 我昨天是在看直播,昨天感觉Elegant特别凶上来 - 然后后来欺凌是到中期的时候,直接爆发了 - 前期双方还是打得有来有回,三比四 - 欺凌连追了三个回来 - 那飞断对于你们对于这张地图,这样的一个就是竞技的一个方法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 - 对,最熟悉不过,因为我们主打这张图 - 对,然后你们是天天就练的好像就是运出船,就打全图顺吧 - 有的时候会多打一些个人竞技,但是运出船是我们的主图 - 那我觉得飞断可以跟我们聊一聊,就是打这一张比赛,这张地图的话,就是有哪些技巧或者比较好玩的地方 - 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,因为运出船这张地图是比较小的 - 想把对面,想把一个高手给转运是,就是跳到他后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- 就是绕意识,对吧? - 对,绕意识 - 因为这张地图它是比较小,所以说更难绕,更难去揣摩别人的心思 - 哇,这边我们看了麒麟 - 连杀了七个 - 现在暂时领先五个人头 - 麒麟的顺利打得也可以啊,我发现 - 枪很高 - 我觉得麒麟用的枪法都是属于很全能的那种,就是在狙击上的使用 - 是,狙击的果然是不一般 - 然后这边 - 绿豆一枪空枪 - 这个空枪我觉得特别进行的时候很正常吧 - 对,尤其是特别进行的时候是最重要的 - 反正我看他们,你们啊,包括这些选手打这个拳头顺的时候 - 这些选手打这个拳头顺的时候,就感觉越远好跑越准 - 有没有这种感觉? - 是的,越远的时候感觉越准 - 因为离近点的时候,它是在你身边来回跳的 - 越不容易找到中心点 - 而且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小的习惯 - 就是说在打这个顺势,就喜欢按这个蹲键不停的按,就是一个小跳 - 对,小跳 - 对,小跳 - 就像你今天看我打的吗? - 对,有,有,有看过 - 那你觉得这个打拳头的身法重要呢?还是技术更为重要? - 综合实力是最重要的,其实身法没有什么东西 - 身法是完全靠着对面人的打法而去演练的 - 你像他们的选手,其实他们平时很少打这种拳头顺 - 但是他们有时候看你们打也感觉非常稀奇 - 这一枪是怎么打出来了? - 对,对,对 - 我不知道谢妍平时有没有玩这个拳头顺 - 我以前作为拳手,但是玩的少 - 因为我说实话,比赛图中,主席跟这种拳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- 我曾经有一个拳头,他是打了拳头顺以后再去打比赛 - 他现在是比赛选手,然后稍微技术要退化很多 - 而且昨天就是特别有意思了,就看就是齿霖他们打顺 - 好像也是跟你们学了一招,就在空中开箱 - 在空中开箱 - 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- 这是一个,怎么说,大众来说的话是空降局 - 谁要离开平台的时候,按住蹲,他的镜是不会丢的 - 这个小技巧我也是学习的,感觉有点帅 - 可以试一下,我觉得可能打其他人,可能现在已经打不过了 - 因为前几天我也去玩过,老师到什么时候单挑一下 - 找我单挑,这是找对人了吗,告诉你 - 这是找对人了 - 现在看到绿豆这边是12个击杀,然后清零这边13个 - 绿豆也是慢慢追了回来 - 对 - 我觉得打这个地图啊,这个位置很重 - 哎,你看,清零刚才应该是想要空中开枪 - 对 - 结果 - 绿豆就只差掉了 - 这边清零黄影颜色,打掉绿豆 - 绿豆打得很开心啊,对 - 绿豆打得很开心啊,对 - 笑了 - 哎,我以为打到这个 - 这个,漂亮 - 出枪好快 - 这一场,对 - 清零那个位置刚刚是非常难跑掉的 - 跑不掉是吧 - 对,几乎就是跑不掉 - 暴露的太多了,没有掩体嘛 - 所以说嘛,这个 - 打这个程度的时候,我觉得位置还是很重要的 - 位置 - 对 - 别 - 这像这张地图,像这个箱子 - 对吧 - 这个三箱的话,我觉得好像这个 - 如果是有身法的情况下,打这个箱子是非常简单的 - 因为双方都是使用了天龙 - 穿,如果特别准的话,穿头都是一枪死的 - 而且我发现他们特别都喜欢上高的地方 - 嗯,飞断平时应该打得比较多吧,这种的 - 嗯,对,然后他们天天就是练这个的,你知道吗 - 对对对,不是,我想问你,你有遇到那种吗 - 就是你碰到那个人跟你打拳突顺,你每次其实只能看,最多看到他半身 - 有遇到过这种拳手 - 如果是今天晚上就是我的朋友超拳,他主要是打闪身的 - 就给你露一个胳膊,因为他不是开镜瞄的嘛 - 就给你露一个胳膊就在那闪你,你开枪也不是,不开枪也不是 - 是,我以前有遇到过这样 - 当你投绿的时候就会死亡 - 对,很烦,这种打得很烦 - 对,当天晚上我也感觉很烦 - 两个人在玩心理战 - 刚看到,刚在这一幕也非常有意思 - 是 - 绿豆在玩心理战 - 绿豆反敲一个 - 绿豆上的比分 - 暂时领先一个人头 - 绿豆不知不觉现在这边反敲了 - 哎,麒麟跳了 - 两个人都没有打到对方 - 各开空枪 - 绿豆这边是想绕 - 麒麟那边 - 两人好像在玩捉迷藏一样 - 好像在玩捉迷藏一样 - 就是绕来绕去的 - 哇,这很香 - 麒麟想蹲一下这个正好被暴头的 - 我觉得特别 - 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打拳术 - 就是不可理解就是感觉 - 怎么就暴头了呢 - 毕竟你不是狙击手嘛 - 是吧 - 是不是包括去年我在运货船 - 打的那一枪 - 我穿了一个箱子 - 而且是我近点想穿到别人远点的时候 - 这个我想说是你自己控制 - 也是说肌肉记忆 - 然后有运气成分吗 - 也有运气成分 -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那一枪百分之百就下掉了 - 对 - 哎,昨天啊 - 我也是在论坛上有玩家说 - 看过这个 - 昨天那个全明星这个全顺之后 - 觉得这个还 - 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- 挺有看点的 - 确实看起来非常的炫 - 是 - 而且也是考验狙击手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实力 - 没错没错 - 这个是真的很考验 - 虽然说可能在跟比赛有相差 - 就是有一些差异 - 因为你比赛不可能像这么绚丽嘛 - 这个看上去更有观赏性 - 观赏性非常强 - 而且还引发一个讨论 - 你们俩知道吗 - 说到底是民间这个打顺居这个狙击手很像飞到海面 - 他们厉害呢 - 还是说那个 - 职业对的 - 职业选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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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这样就是不是最不简单的 - 像ören子 - 职业选手 - 因为他们打顺居也是非常强 - 但是我知道一些职业选手 - 他认为瞬秘还是真的是 - 一地 ma - 天ant自称职业第一胜 - 像刚才也是我们提到了一地 - 是吧 - 结果给你们明天大神打了两次 - 都以失败高中 - 对毕竟他们对地图了解性也是 - 就是很多卡点卡位的方式 - 最像我以前也是说遇到那种闪身的 - 而且这叫树叶有专攻啊 你说如果说让这些职业选手 天天也是打击多和飞团们一起练 我相信像赤银他们肯定也是能够 很快的就是练得非常厉害 很快大约只需要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 而且同样道理 据说让飞团他们天天去训练 去打比赛 同样也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职业选手 这种都是可以互换的 共通的 只要多多熟悉地图就OK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赤银和绿豆的这场单挑 现在目前绿豆领先 领先两个 我问一个问题老肖 你感觉七菱和绿豆谁会赢呢 谁会赢 对 这个问题太难了 真的是太难了 但是你这问题既然是问出来 对 这样吧 我觉得也是不逃避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中期啊 中期看中后期 看七菱能不能爆发了 知道吧 但是我刚才也是和七菱 表明了立场 我针对 我是比较追求我们嘴上队的 所以说我认为七菱肯定能获胜 好的 那肯定我还是支持一下绿豆 这边绿豆也是是我老乡 是吗 你丢出一个高报 重庆 对 苏串的 对 苏串的 这边 要玩刀簪了吗 对 刚才 哎 这 但是我们的柜子是必须狙杀 对 七菱他是好想拿 哎 这 七菱就不要 不要这样 怎么就用手来 这是违反柜子的 看来上班都玩嗨了嘛 并且全民心 他肯定知道 这边也是表演兴趣的 对 大家也知道这两天是全明星周末 对吧 刚才从紧张的比赛当中稍微松懈就 哎 我觉得先那个说得特别好 平时大家打比赛那么紧张 对 喊得那么凶 打一张比赛真的是就很累 体力跟脑力一起结合 非常紧绷的 哇 七菱这一枪 漂亮 因为当时绿的也是一个才选 正好穿箱子 好不容易来到全民心中 打开好不容易有一个放松的一个 对 而且又是自己喜欢的游戏 对 没错 这边 哇 七菱有点悬啊 打脚了 因为动领先率有点多 领先了六分 可以看到他们俩打的也不是那么的紧张 不是 其实就是 娱乐 对的 刚刚也讲嘛 大家就是趁这个全民心中了这个机会 就来放松一下 是的 七菱现在暂时落后了八个人 感觉 但是七菱你看 你看七菱这个表情就不一样了 七菱我对她非常熟悉 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她之所以能有现在 这么受大家追捧啊 然后也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荣誉啊 你才发生这么好 也是跟她这个态度有关的 对 她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 所以 有时候她甚至说 在我们看来也就是一场娱乐嘛 对吧 所以无所谓 但是七菱她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就是 尽量就是 我不能输 我我要赢 我还是预了干嘛 无论打什么我都要发挥到最终 虽然说就算她输了 面对结果她也是没有办了 距离09年WCG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年了 她还是依旧保持状态 而且是更加的 打得就更好 对 所以说被打压 广大粉丝的 就是欲为神要的 对 七神 对 这边看一下 哇 绿豆边边赢 他要赶到10个了 对啊 70要加油啊 来个 来个 七神附体爆发 什么的 连着 他自己就是巨神 对啊 其实高手之间对决的话 赚到人头 最好的办法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就是压加 压加 对 哎 这个和我们 就是平时打 我们这个萨票比赛打TD一样的 TD想要就是刷浮的话 也是要压加 但是必须要控制对面人的三秒 啊 就这个复活的一个无敌时间是吧 对 哦 漂亮 这个 绿豆自己就笑了 10个人头 自己就笑了 哎 今天这个手感 绿豆心里面这样笑 哎 这个拿了巨神之后啊 这个手感怎么打怎么有啊 对 哈哈 你看 昨天还有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绿豆在打职业一线 不经常打这样子 应该是有玩广 应该这个 这个我觉得应该让飞断来说 飞断是最有这个 发言权 对发言权了 你就觉得 从你看这个气凌和绿豆打来说 你就感觉 这两个人谁 就是有有这个打什么顿这个底 绿豆 绿豆是吧 对 从哪里看出来 从他的一些摸点和一些卡点 他们呢 虽然说没有 因为他们是打职业的嘛 没有那些职业玩顺的 哇 好准 这一枪 这一枪确实很 我这需要吗 看着 这一枪的 互扔高爆 别这样 铃儿姐 哈哈哈 其实我还是特别期待一下职业顺的玩家和绿豆打一场 这场也就是他俩谁获胜了将会和和我们民间就 TPW选出来的海绵海超级会打一场对这个对抗赛是吧 其实我非常想打这一场但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的搭档 潮群 啊毕竟哎呀这个真的是要夸一下要夸一下对要夸一下这个飞转 自己作为队长对吧对我也是作为队长我懂的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 哈哈哈哈 作为队长其实很累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有人就笑了 是吧 嗯 不管 哈哈哈 等下我们再来聊聊这个人 好好的 今天我们也看到对吧 你看今天我还客专一下主持人 我今天还坐了中间 你知道中间是什么吗 控场 就控制着整个比赛 你知道吧 今天昨天黑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今天我想黑谁就黑谁 我觉得就是他你了 是吧 那等一下再说 看比赛最后一个人头 这个哇 哎 还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我觉得绝对有机会 哎呦我怎么敢去说这话 好 好 我是说我们南方这边有机会赢啊 高的70也要在这下一个人 已经太没道理了 是啊 我这个习惯性的 我觉得啊有机会有机会 这个我们北方的 好 啊 还是恭喜一下 绿豆南区这边是 全民兴飞舞是这个在三条 环节中是首先先错了胜利 是的